《韋哥的味道》究竟是怎樣的呢? 不用好奇了 接下來收看新烹飪節目《韋哥的味道》就知道了 一眾節目主持陳偉、阮兆祥、泰神、張志恒 還有韋志浩這日齊齊出席記者會 期間韋哥還直接煮一道菜表演廚藝 韋哥除了演技了得 廚藝原來都非常精湛 就算是第一次主持烹飪節目 都一樣難拒不到 第一次做一個主食節目 希望大家會有新鮮感 其實我除了懂得拍戲之外 我只懂得煮飯 我只只有兩個專長 甚麼?你根本就是出得廚房、入得廳堂? 不是,我入得片場和入得廚房 是嗎? 出不了廳堂 不過能播出 我們節目要播出的,沒錯 你剛才是否挑戰肥媽呢? 別這樣說,只是開玩笑 因為我們的主力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主要是去找一些特別的食材 新鮮的、好吃的食材 給大家品嘗一下韋哥煮出來的味道是怎樣 所以才有這個節目 口師就是這樣的 其中一站,大隊去到台南進行拍攝 韋哥老公更親自去到台南探韋哥班 還出了鏡 這麼甜蜜 難怪韋哥說回到露出微笑 人家掛著,忍不住來看他 人知常情 韋哥人靚歌甜,演技有好 你還好說 你知不知道,趁著我老公一來了 然後呢,不斷推他出鏡 他們自己坐在一邊休息 他想吐氣 這麼難得可以見到他們兩夫妻一起坐下住 你會想見到嗎 如果我們站在旁邊是否破壞畫面 你沒有收收錢的 但問題是,在畫面裡面 剩下空位就是給後期加點心心 然後有電波等等 是這樣的嘛 我們很會做的 是,所以我們現在 多謝 而且那天是烈日當空 是不需要電燈膽的 所以我們現在走上去電 無論如何都很感激 不,不,不,很好 真的很好 這次給我們觀眾和我們同事 都是一個驚喜 韋哥確實是除了一個好議員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好的廚師 節目要求一眾主持 在當地即場找食材 兼即直煮 除了考驗韋哥的廚藝 更加考驗幾位壯男的耐力 因為他們要攀山、攝水去找食材回來 很辛苦的 我們要幫韋哥攀山、攝水 下個水塘、捉魚、爬上樹、雜蕉 很辛苦 你說是不是,Michael 就是,我們又要上山 拿泥 又到處被火燒 很辛苦 你待會犧牲了 對,我又去脫衣 脫了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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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太熱 什麼脫了 對於我來說 我要和你一起脫衣 我們沒有身材 不夠膽 絕對沒有你喝 大家的身材都是一樣的 大家都有手有腳 是一樣的 死之變全 沒有分別的 沒有分別的 三位男士和韋哥拍攝期間 相處了這麼久 相信韋哥烹調出來的味道是怎樣 他們應該都很清楚 韋哥是一種 周時我們會問到 吃得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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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知道時間 但我們這些 其實我們不懂得煮 所以我們不知道煮食 背後的時間 心機的耐性是多少 沒錯 我們打算一來吃 吃吧 吃吧 這麼久 我們就被迫著 沒有話說笑話 對 所以韋哥的味道 其實同樣都是韋哥的難度 但很… 他說能吃得眉 我就覺得韋哥是耐人疾味 為什麼呢 耐 他煮食不是很快 他有耐心 他有耐心 對 而且你真的想不到他真的可以不受騷擾 我們這麼多人在他身邊去煮食的時候 我們不斷說話 不斷正式正數 用盡用方法 對 他都可以 他可以很靜心地 不理我們繼續煮 很用心地去煮 所以他這些功力真是來人沉悲 當然 我來啦